日本人访华想成为中国一个省 毛主席霸气回答 1962年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南帅团访华毛主席接见了他们 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日本的社会党 这是日本的一个政党奉行民主社会主义 跟中国的关系是比较近的 他们的领导人前找到次郎 曾经多次反对日美安保条约 提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敌人 也曾经多次访华在1960年 被日本17岁的右翼愤青给刺杀了 社会党在战后一度是日本的最大政党 还组过内阁 但在1948年下台后就一直是在野党 后面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社会党 自己的政策转化 以及党内分裂 这个党现在是日本最小的一个党 在跟这个黑田寿南会谈时 毛主席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曾经有一个日中贸易进出口协会的日本朋友跟毛主席说 日本过去侵略中国这十载是太对不起 那我认为将来日本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就好了 这个话谁说的呢 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 当时周日之间的贸易还是有的 周总理也提出了一个对日贸易三原则 政府协定民间合同 个别照顾所以一些有影响力的日本商界朋友 到中国来毛主席有时还会接见一下 听到这个话毛主席怎么回答 当然不可能说好啊 日本就成为我们的省吧 这毕竟是日本商人的民间意愿 中国不可能就当真 所以毛主席说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 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 中国人民既不能觉悟也不会团结起来 这样一来 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 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他出路了 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 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 创造了胜利的条件 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 给我们做了件好事 如果需要感谢的话 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毛主席又说 至于日本成为中国一个省的想法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日本是伟大的民族 当然应该具有独立和主权 日本的经济 文化已经高度发达 中国还很落后 言下之意 日本能够认识错误 并改正错误就是好的 我们中国也不是抓住对方错误不放的国家 我们不要日本成为我们的省管不过来 itative时语 百分之寅 百分之寅 百分之 前几少年 是 此击 没有 变跟 天